完美告白 爱就大声说出来 欢迎来到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 同样也欢迎你们 好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 邱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刘宁月 来自于沈阳 今年23岁 是一名瑜伽老师 刘宁月到这儿来干嘛 我今天要向我的魏芬夫天诺 还有她前女友告白 我希望天诺给我解释 她前女友对她的骚扰 她竟然一再地包容 我希望她前女友 不要再来骚扰她了 来 先说一说 怎么回事 我跟天诺认识有半年多了 然后我俩马上都要结婚了 最近我发现她前女友对她骚扰 就是打电话 然后发短信什么的 有事 有事 我觉得有事 后来有一次我俩争吃饭的 然后电话就响了 天诺就起身出去结了 她原来从来都没有背着我的情况 但是我挺生气的 我把电话就抢过来了 然后那女人就跟我说 你不要被她骗了 你查看你男朋友老底 她什么人呢 你就赶她结婚 她早晚给你甩了 其实说实话 我心里妈也没底 也去查了 但是所有朋友都支支吾吾的 一提到这事好像都约定好 别跟我说这事似的 那你说我能不怀疑吗 你的这个男朋友 可能有愧于对她的这个前女友 肯定是有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所以她的女朋友才这么有底气的 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骚扰她 又或者是其实你的男朋友根本就没有想要和她前女友分手 是她的前女友把她甩了之后 她才来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当她的前女友来回来找她的时候 她无法抗拒 因为她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女生 我绝不赞成说以对前女友的这个行为 就来推断说你现在男朋友就一定有问题 这是这完全没有逻辑关系 你在跟你男朋友前女友的交锋当中 你已经输了一招了 对方很是高手 她说你去查她们 你就去查了 你让对方看到了 你对你现在男友是不够信任 所以她有机可乘了 我觉得她们两个现在肯定还是有关系的 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剪不断理还乱 我倒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处理问题欠妥当 她没有把很多事情处理清楚 但是不再存在跟她的前女友 还有什么情感纠葛 我就特别不明白她男朋友 为什么不带着她跟前女友见个面 以后她再这么骚扰的话 她也不会介意 对所以她男朋友就是很优而寡断嘛 今天这个场合倒是有可能促成见面 你认为天诺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来说她对我就挺好的 对父母怎么样 对父母也挺好 她像个花心的人 你不像花心人 明月和家境富裕的天诺相连一年了 互相信任 就在二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时 一位叫流畅的女汉 却给她们的婚事带来危机 此称天诺前女友的流畅 不断通过天诺的手机短信和电话 向明月揭露 未婚夫的种种情感过往 而面对这一切 明月心中那个体贴专一的未婚夫天诺 却选择了沉默 这让明月陷入了无尽的困惑 明月来到现场 希望直面这位叫流畅的女孩 那么保持沉默的天诺 和自称前女友的流畅之间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流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要在婚前向明月公开天诺的过往呢 她说的都是事实吗 流畅和天诺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明月的告白吗 如果你的前男友 不是因为花心 是因为某些所谓的残忍 因为对方不能生育 又或者是有重大疾病和缺陷 跟他分了什么 你能接受一个这样的男人吗 不能 因为如果这样的 又抛弃一个女人的话 他也能抛弃我呀 为你点个赞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么能见 你说向两个人告白对吧 对 如果他们俩只能有一个人来 你希望谁来 我希望那个女的来 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呢 我来之前 我跟天诺说我要到这里来了 我这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了 这是我最后最后的努力了 你到这来解决 这就把事情扩大化了 但是他这样的 我得逼他做出选择呀 那如果他跟刘畅 他们俩手牵手的来了 他们就情复燃了 他们难以割舍 突然说不相信 我对自己还是有自信的 但是你刚才说你还不信自己 你要是那么信自己 你怎么会能查他呢 但是我现在回答你问题里 我心告诉我 我还是有自信的 我相信天诺 行吧 那我们看看到底谁 会来到现场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三 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些事她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我不是她的前女友 我是她的前前女友 前前女友 在我之前我知道的 她就还有两个女朋友 在你之前还有一个女朋友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你这么就业数量不前任吗 你也是前任 我是想告诉你她是怎样一个人 难道不明白吗 我之前让你查她朋友 是不是什么都不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朱天诺她不让他们说 其实我早就想站在这儿 把这些事告诉你了 她都不让我见你 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也要结婚了 我们也装修了房子 我们连胡扎照都拍了 你知道吗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为什么 因为她在跟我 就要结婚的时候 她在外面竟然还有别的女人 你能容忍吗 这种人你还敢嫁给她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我俩认识吗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 就算天诺今天站在这儿 她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这都是你说的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她 你今天为什么 还来到这个舞台呢 你不是就是想知道她的过去吗 现在我告诉你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你知不知道 这些经验都是我拿生命换来的 我真是服了这些女人 她们的聊天方式 总是容易把问题的老跑偏 就聊在别的地方 我来问两下可以吗 你们俩调换个位置可以吗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刚才说天诺之前跟你 也差点快要结婚了 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 那时候我们是父母亲爱的 父母对我们都挺满意的 我们交往了半年多 就准备结婚了 那时候天诺对我特别好 什么都听我的 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了 我那天在卧室里收拾东西 她在外边打着电话 就进客厅了 她好像是给一个女的打电话 因为我听她说 她说她跟我结这个婚 特别窝囊 要不是她爸妈逼她 她根本就不会给我结这个婚 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她还说就算跟我结这个婚 她也不会跟那女的段联系 她不知道你在卧室里 她不知道 我当时头脑一蒙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后来怎么也想不成我还 我当时想我 我愿意为她做所有的事 只要她能回头 但是我咽不下那口气 我想听她跟我解着 她就是不说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跟她分手了 你对她说的这段你信吗 我要是听她那么说 我挺同情她的 但是她说这个人 完全跟我印象 那天诺根本就不一样 你印象当中天诺是什么呢 印象中天诺对我特别好 我都了解她这么久了 你呢 你才不会跟她出了一年 你就这么相信她吗 稍微歇一会儿 稍微平静一下 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话 这两个人在一起 时而互相同情 时而互相诋毁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 就是事故 我其实谁也不相信 我想听这个天诺出来 她做何解释 每一个人她谁没有历史啊 我有很多前女友都很正常 但是她每一个 不是 我说真的 一个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她喜欢谁 她跟每一个人相处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并不代表说 我今天对她这些都是假的 曾经对你那些都是真的 只要我不在同时脚踏 两只船的前提下 我单方面的跟任何人交往 只要不结婚 那如果你不是同时脚踏两只船 你是在短十年之内 两只脚这样来跳去的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她内心摇摆不定 这也是她真诚的表现方式 不是 脚都踏上去了 还摇摆不定呢 但是很明显的是 她和前女友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她们还联系啊 她只是为了提醒现女友说 她这个人不值得爱 老师我容忍不了 明月 我问一下 如果天诺就是她 就是这样的对爱情的灵性 你能接受吗 不能 完全不能 你能接受吗 我也不能 所以我觉得明月 你应该非常庆幸 就是刘畅用她自己的一个经历 来告诉你 警醒你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一个 你不应该去爱的男人 要不然你的下场 就会跟她一样 她要报复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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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从两个人描述当中 好像完全是两个人 就算天诺他是一玩笑男 他不能改过自新吗 嘉然一改本性难移 他可以抛弃我 他也可以这样抛弃明月 他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在提醒你 你太好心了吧 不是你太好心了吧刘畅 三年了 我要是你我就承认 刘畅绝对是在拯救你 可以了可以了 太乱了太乱了 可以了我要留 不是什么 我要天诺天诺出来吧 我终于知道女人 为什么世上这么厉害 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女人就因为一个 还没来的朱天诺 炒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朱天诺 未必智商还高 他就把他们四个人 弄得血脉膨胀在这儿 我乐意啊 我就是乐意啊 你们未必是敌人 也未必是旁边 但是因为一个天诺 把你们俩讲活在了一块 在没有变清 敌我关系的前提之下 不要动怒 天诺会不会来到现场 要不要他来 要 要吗 要啊 他来了 他也没办法否认这些事实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心 主任好 大家好 我叫朱天诺 今年26岁 来自谁啊 你站干嘛离 站他离那么开个人 我一下来想站那边呢 我看他站那会儿过来了 哎 他还凑近一点 你就是天诺什么 那你是个重守承诺的人吗 你知道你今天来干什么 我知道 那你我想请问这个简单的问题 你对这位女生曾经有过承诺吗 有过 你守了这份承诺吗 我没有 没有 你对这个女生有承诺吗 你会守这个承诺吗 会 那就是说你还算不得上是一个 守承诺的人 因为你第一个没守 第二个还没来得及守 对吧 所以说起来你算不得上是一个 如你名字所说的 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是吧 对 我问你天诺 他说都是什么 你要跟你携货的是吗 会上热的牌了 你现在别紧张了 你现在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 我给你那么长时间 我相信你多久了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不要帮你的事情 来这样 接下来你们三个人 好好把这事尝清楚 一个一个来 行不行 你愿意你先挑 你愿意站哪 站好啊 接下来是 刘茗玉 刘畅 朱天怒的 告白时间 明日 不忘了我一会儿说什么 我都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 希望你能够先相信我 你俩先说吧 我现在太乱了 刘畅 其实我跟你在一起 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不可能 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也知道我妈妈病有多严重 你知道那个时候 她一个月做三次手术 你知道她第三次手术 跟我说什么吗 她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 所以说她才把你介绍给我 我想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我都觉得 你应该会答应我妈 这不是重点吧 是那个女人吧 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 电话我都听见了 刘畅 其实 根本没有那个电话 我只要那天 我知道你在卧室 我故意打这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够听见 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 我觉得这样 你别变了 你这么多人面 你说这种假话 你骗谁呢 我有必要变了 那时候我妈多严重 你是自己知道的 陪我妈那段时间 你以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 既然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当时对我那么好 我对你哪好了 我除了给你买东西之外 我为你干过什么 那我过小耳之后 你是不是给我煮了 炒炉面 我有一次想 就是千古之后 你是不是跑特别远的地方 给我买 难道这个人不是爱我吗 刘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去装修那个家的时候 我都是让你去做 就是因为我对你有客气 所以说才让你去布置这个家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拿什么弥补你 今天我把以前房子的钥匙拿来 我希望你能够守下 希望你能够守下这个钥匙 你是在侮辱我吗 你守下吧 昨天弄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人 我爱上的是你的钱吗 我爱上的是你的人啊 你人不回到我要这房子干什么呀 但我真的不爱你 我真的 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真的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要是要是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我刘少今天说到做到 我不会再纠缠你的 有差 对不起 家人在给朱天诺取名的时候 就希望他做一个 信受承诺的人 可是在母亲病重的情况下 朱天诺毫不犹豫地违背本意 听从父母之力 而选择了流畅的爱情 虽然在母亲病情有所好转之后 以不恰当的方式与流畅分手 朱天诺虽然维护了亲情 却伤害了流畅的爱情 在今天所有事情明朗之后 我们祝福这位曾经被伤害 却非常真诚的女孩 在走出人生的武器之后 放下过往 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那么明月在得知未婚夫天诺 因为亲情而背弃爱情原则之后 会再次接受天诺的告白吗 明月 其实我刚才说的你也听见了 我相信这件事情 你已经清楚了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天诺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这一段时间 我很想相信你 会相处的每一天 我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就觉得 我确实以前挺爱玩的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 就碰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 我从来没有过 就跟你在一起 我从来没 以前没给任何女的做过饭 但我跟你做过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我真的想跟你走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这三年来 我一直都挺纠结的 那我再听说 我这些就是 我自己身边 都习惯了 会不会 不是 我我 都不喜欢你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下一位告白者 竹老师好 嘉宁老师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宏悦尔 今年23岁 来自辽宁 我今天来是向一个 追求我时间最长男生告白的 他追了多久 他追了我大概有三年多 他都追了你那么久 应该他向你告白 因为我觉得他在某件事上 惹我生气了 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让他给我赔礼道歉的 并不是我要来求他 做我的男朋友 你不觉得你到这儿来 觉得有点丢面吗 我不觉得我丢面的 那他不理我呀 我打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那我就到这儿来 我让他说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 大概半个月之前 我本来心情就不好 我就说那不行 我就去找喜涵 我说那我去跟他 看场电影啊 吃个饭 然后让他哄哄我 这也算给他一个机会了 那我到他饭店门口了 结果看见他 卑鄙姑娘乐呵出来了 俩人脸贴脸 什么意思 这不就对象了吗 他做何反应 后来喜涵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他应该追我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转头就走了 我也没管他嘛 那我想问你 你喜欢他吗 那我不喜欢他 我今天也不能来呀 那你喜欢他 这三年干嘛不答应他呢 那我不得考验他一下吗 你说现在这么多闪婚闪离的 考验到什么时候 才是个头呢 一般的男生 可经不起三年的考验 对呀 这不也出事了吗 那如果这次没出事 这三年还得又等个 几个三年呢 我觉得我没怎么为难他 凭什么就不追了 他希望我那么久 说不追就不追了 那他也得给我个解释 不要了 就死也要死个明白 还得维护自己 最后一点罪业 只能我甩你 不能你甩我 对 这是你今天来的理由 是吗 对 那我干嘛支持你 这样的告白呢 不成心嘛 我们来都是为了 真实的爱情告白的 都是为了再情而告白的 你到这来是来损人的 我干嘛要让你告白 如果今天他解释 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 让他做我男朋友 如果我是男生 我追你三年 大姐你还不同意我 那我找别人去了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这三年里面 你有去跟别的男生 交往过吗 没有啊 我只是在考验他呀 这三年 那你这三年里面 有答应过任何男生 同时考验 其他的男生过吗 有啊 那我凭什么 现在给你任何的解释 我觉得你这个行为举止 其实就是把自己 当作一个商品 在挂着上面 等着不听人来给你要价 价高者得 那其他人追他 他也没有跟那些男生 在一起啊 对吗 其实每一个高冷的女生 他背后都有一颗 缺乏安全感的心 那个男生呢 其实也是用点小伎俩 你不是一直扮高冷吗 其实我也玩一回高冷 看看你什么感受 他今天就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倒逼你呢 反过来去追他 如果他是以对那个女孩 是好而来追这个女孩的话 这个阴险太毒辣子 首先我不觉得这是阴险 我觉得这是策划呀 对不对 策划 这说明他用心啊 对吧 而且你怎么知道 他背那个女孩 是一种特别的关系 说不定是他妹妹呢 对不对 只不过是做一个秀 给这个女孩看而已 他的心理上 看似外表很强势 其实内心很脆弱 你一直在用你的方式 来强势地要求 另外一个人 按照你的方式生活 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人 你说闪魂闪离的这么多 他们对爱心观 我觉得根本就是不正常的 你说他跟我说 我们在一起交往吧 我就答应他了 那我算什么呀 郝悦是一个性格泼辣 非常自信的女孩 可是强悍的外表下 难言郝悦缺乏安全感的心 所以郝悦寻找男友的原则 就是考验 不停的考验 生活中 虽然有不少男生 追求单身的郝悦 却只有坚持三年的喜寒 让郝悦有些动心 并不动身子的关注 可是就在一月前 一直对郝悦不舍不弃的喜寒 却背着一个女孩 走在大街上 正好与郝悦遇见 这让平时非常自信的郝悦 无法接受 可是又不甘心 一直对自己很好的男孩 就这样消失 那么 追求好月三年的喜寒 是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 而另觅他人 还是出于巧合 另有隐情呢 喜寒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自己苦苦追求了 三年的女神的告白吗 除非你现在在对着镜头说 其实这三年 虽然我没有答应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你是我男朋友的 我觉得你才可以今天开门 否则我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让你开这个门 你们俩根本没有关系 我说 你说你对着镜头说 对了 我考验你三年也是心里有你 所以今天 行了 接下来的话你待会儿跟她说 如果她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跟她说就可以了 心里是有她的时候 对 所以凹什么造型呢 来吧去吧去吧去吧 站在那里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啊 你觉得她今天能来吗 她一定会来 为什么呢 她一直躲着不见你啊 她心里有我 第二 如果她来了之后 她确实说她有了女朋友 你让她俩在一起呗 等我三年白费了 那如果确实如志寅老师所说 为了这三年来 她在你心目当中 毫无位置的一个策划 来看看你的真心 那我可以考虑让她做我男朋友 可以在今天就答应 做她的男朋友是吗 对 准备好了啊 五 四 三 二 一 再见 一起来吧 在飞鱼里面 他们都听到了 平得 云鱼里面 但毫无奋 我们只会改给自己的专闲 你会老心 专闲 默默允许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停 总是以为总就化作云淡风气 爱你到底偷了自己 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 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停 你现在还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生怕这男生要出现胡婆婆给你撕了 即便他跟你分了手 他离开了你至少还有那三年的好 人要变得包容 你说呢 对 行吧跟他说再见吧 你们俩好好幸福下去吧 还不行啊 打开第二现场 哥们自我介绍一下 别瞅这个可怜巴巴的样子 老师好 我叫喜寒 26岁 来自辽宁 不 你 我就一句话 你做那第二现场什么意思 你出不出来 我想看看他的态度啊 态度不已经看见了吗 要是我我就走了 不我 你起码就让他道歉吧 我给你道什么歉 你道歉呢 你 你跟那女的什么关系啊 她是你女朋友啊 你就抱她你就背她 老师没有事我习惯了 有那么多人 反正这三年 这三年都不止这一件事了 那天 她约我 然后约我去游乐园 走过山车 我当时乐不行了 批垫批垫了 去了 你这 你这说的啥 你是哪里的话 你这是 老师你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你是哪里人 我大连了 大连了 这句大连话挺好听 谢谢老师 然后那天我公告 我坐过山车 眼都不敢走 然后他让我在过山车上喊 好月儿我爱你 你说我就喊了 谁知道好月儿是谁 那天是我弄了 坐了五月 你喜欢吗 你说一句爱我怎么了 那弄了全过山车的人 像我没齿腰似的 那我不也为你好吗 主持人的这么大一老爷们 他恐高 不敢上天桥 我也恐高 那你天桥都不敢上吗 是 那还是敢上的 你说我帮你改毛病还不行 我现在飞机都敢做了 谢谢你 不是你出不出来 你不出来咱就算了 就算他告白失败了 你能不能让他道歉 他连签都不道 我怎么出来 他一天道歉我就出来 我跟你道什么歉 我道歉 那你不用 你给二服务员道歉 人孩子在家在干活呢 你真的跟那个女服务员 没什么是吧 一点丝都没有 就是 你能不能下来说 就是上一次嘛 然后我家饭店中午忙 然后干活有一个服务员 脚崽了 然后我就给他背出去 中午特别忙 我这个姑奶奶就过来了 上来一人一个脸蛋的 你家没有别的服务员了 非得选择你了 心都凉了 然后我转头看见服务员哭了 回头看着姑奶奶都没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一点都不理我 这 你不会再打吗 我死了 你不会去我家找我呀 你都打了三年了 你干嘛不继续打下去吧 信凉的不行了 真不想再打了 能不能下来说话 能不能站这跟我说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啊 我不管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你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 羞辱了别人 你确实应该对服务员道个歉 对他道不道歉我不管 简直你服务员跟他呀 可是没关系 是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明示的好女孩 你说呢 你对着你女孩道个歉 我那天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什么事 就动手打你了 对不起 万个腰 给你道个歉 可以 接下来你可以找到算账了 你能不能下来说话 你让土医老师就这么抬头瞅你啊 没事我这个尖锥不行 你能不能站着啊 我下去啊 你也拜动手啊 你下来来你下来来 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 没事 智琳老师保护你 他老公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他前一阵就是有半个月没走他 之前给我抢了 现在还这样 把手伸出来 你看这指甲长的 我也支不住他 我待会请你保镖啊 你出不出来 出来 把第二现场关了 你别动手啊 附老师 附老师我也不是逮谁打谁啊 站好啊 别动别动手啊 来了吗 开门吧 站这儿站到这儿来 来站过来 我能吃了你啊 站得一起多像一家三口 你啊 小伙子杀来之后 我看起来还挺帅的 啊 谢谢老师啊 你怎么那么胆小呢 不是胆小 那 你更个女的 家人家干嘛 嗯 你说我打不过他吗 那还真的未必 三年了就是这么过来的 三年了就是这么过来的 老师再给你讲一件事啊 嗯 嗯 然后他之后约我去游泳 嗯 我我跟他去了 在渗水池边上 嗯 然后他说 哎我叫你游泳 没有事 嗯 然后我现在怎么不带 给我带个套袖 嗯 然后结果就一脚 一脚给我卷下去了 之后有个大哥挺好的 然后给我揪上来了 大哥跟他讲渗水池 别瞎闹 嗯 他是那么跟我说话的吗 结果 他一大老爷们他跟我喊 结果就像给大哥骂了 结果就像给大哥骂了 他脾气震了 没谁了 不是图老师 他一大老爷们跟我喊 正常吗 有话他不会好好说吗 我一次看到的是你对他 啊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活到今天不容易 之后还要让我写情书 一周一封 一封不能低于遣字 你你你你 让我法有劲 三年 你现在是个创作高手 那你今天接不接收他的告白 接收啊 行 那就让你们俩自个说话啊 接下来我就不能再保护你了 我要下去了 你站到你那个圈里 这没事吗 大家都看着呢 他能怎么样 他能霸王硬上功啊 来来来站着 待会儿若是有任何物件的损坏 双倍赔偿 接下来是 我才能同意让你当我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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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告白 谢谢 我没有发现 郝渊 我追你三年了 这三年你对我怎么样 你心里都有错 自从追了你 你把我身边朋友都得罪了 我 我是娶媳妇 我不是娶母老虎 你 你说你这样让我怎么办 那你不就喜欢我这样吗 你当初追我我不就这样吗 我改什么呀 是 喜欢是喜欢 但是你有时候 不感觉自己太过了吗 那我也不是伤下来就逮谁咬谁的人呢 那你说 能先听我讲完吗 你说你说你说 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有个性 然后你什么都不用 你也看不上 至于你的人 也挺多的 就我就想我只能 就比他们对你好一点 或许你就能答应我 你 却听见不断跳动她的心 我运失了你 但是 我这努力了三年 这 这三年 我倒不是说受尽折磨 但是 也差不多 那我对你对一点好没有吗 对 我知道你做的那些事 都是古异的 我也愿意 因为你在考验我 就比如说像 你叫我游泳 带我坐管车车 我下来我 反正我能看见你害怕了 这我当时我就感觉 你还是挺担心我的 不管 就是那个 我敢不敢做多难 我都能为你做 还有那个情书 你可能感觉我写了像流水这样似的 在这应付你 但是我感觉我没多写一句话 我就离你近了一点 所有结局在这眼里都一切心 如果 我在你心里还有那么一点位置 我求求你 咱这个脾气的就给一点 一点点行不行 让我感觉 你是在乎我的 我在你心里还是有位置的 我在你心里还是有位置的 我改什么呀 不咱就 咱就 咱就改一点皮 你不感觉你皮太包了吗 你就在大街上 你随便跟人就能打起来 那我也不是无理取闹啊 对 我要不在 我要不在旁边 人能不能打死你 他敢 不咱就稍微给一点 瘦一瘦好不好 行 我能敢 但王写涵我告诉你 你以后要是有一点 变得跟现在一样 变得没有以前 对我那么好了 你看我怎么守着你 有事 不能 就是 肯定还是你啊 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 能说我女朋友吗 说句实在话 我还有一件事 至今没有想明白 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呀 上一次我胜冰了 他就给我弄了一个床位 然后门口有个老大爷 我也看她一起看着了 腿骨折了 阵骨折一个床位都没有了 他把我弄回家给老大爷了 你要说我 我也能那么干 这女生还是有她的 对对 有她的同情之心啊 有她的同情之心啊 水利万物而不争 像水一样包容 人傲于事而不顺 人要是太傲了 周围的人都会离你而去 平时脾气坏点没关系 关键的时候 还是要给予男生温柔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卫你们的爱情 好吧 我们掌声鼓励她们 谢谢老师 请回 特别想跟这个女孩说一句话 其实如果真正做一个女王 你要知道一个女王是很孤独的 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但是也警告所有冷傲的女生 靠得差不多就算了 最后把女生给熬死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说我们在一起交往吧 我就答应她了 那我算什么呀 郝月是一个性格泼辣 非常自信的女孩 可是强悍的外表下 难言郝月缺乏安全感的心 所以郝月寻找男友的原则 就是考验不停的考验 生活中虽然有不少男生追求单身的郝月 却只有坚持三年的喜寒 让郝月有些动心 并不动身子的关注 可是就在一月前 一直对郝月不舍不弃的喜寒 却背着一个女孩走在大街上 正好与郝月遇见 这让平时非常自信的郝月无法接受 可是又不甘心一直对自己很好的男孩就这样消失 那么追求郝月三年的喜寒 是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而另觅他人 还是出于巧合另有隐情呢 喜寒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自己苦苦追求了三年的女神的告白吗 除非你现在在对着镜头说 其实这三年 虽然我没有答应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你是我男朋友的 我觉得你才可以今天开门 否则我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让你开这个门 你们俩根本没有关系 我说 你说你对着镜头说对了 我考验你三年也是心里有你 所以今天 行了 接下来的话你待会跟她说 如果她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跟她说就可以了 心里是有她的时候 对 所以凹什么造型嘛 来吧去吧去吧去吧 站上去吧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啊 你觉得她今天能来吗 她一定会来 为什么呢 她一直躲着不见你啊 她心里有我 第二 如果她来了之后 她确实说她有了女朋友 你让她俩在一起呗 祝福她们来 祝福她们来 那如果确实如智琳老师所说 为了这三年来 她在你心目当中毫无位置的一个策划 来看看你的真心 那我可以考虑让她做我男朋友 可以在今天就答应做她的男朋友是吗 对 准备好了啊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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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我不願放棄卻要故意默默允許 我答應自己愛你的心卻空不停 總是以為總就化作雲淡風景 愛你到底偷了自己 我不願放棄卻要故意默默允許 我答應自己愛你的心卻空不停 你現在還咬牙切實的樣子 我生怕這男生要出現活活活給你撕了 即便他跟你分了手他離開了你 至少還有那三年的好 人要變得包容 你說呢 對 你怎麼沒有進去 你的心卻不會死 你不得讓我收拾 你不得了 我先給你 我回想通話 你這個心卻不得了 你會想通話 我走路 但也不得了 都不得了 我驜訪明 哎哥們兒 自我介紹一下 別瞅這個可憐巴巴的樣子 老二好 我叫喜韓 26歲 來自在辽宁 不不 我就一句話 你做第二年生 什麼意思 你出不出来 我想看看她的态度 态度不已经看见了吗 要是我我就走了 不 我 你起码得让她道歉吧 我跟你道什么歉 你道歉呢 你 你跟那女的什么关系啊 她是你女朋友啊 你就抱她 你就背她 老实人没有事 我习惯了 那么多人 反正这三年 这三年都不止这一件事了 那天 她约我 然后约我去游乐园 坐过山车 我当时乐不行了 批垫批垫了 去了 你这说的啥 你是哪里的话你这是 老实你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你是哪里人 我大连了 大连了 这句大连话挺好听的 谢谢老实人 然后 那天我公告 我坐过山车 严肃不敢走 然后她让我在过山车上喊 好约我爱你 你说我就喊了 谁制的好约是谁 你一天给我弄了 作了五页 你喜欢吗 你说一句爱我怎么了 弄了全固然撤人 像我没齿腰似的 那我不也为你好吗 主持人的这么大一老爷们 他恐高 不敢上天桥 我也恐高 那你天桥都不敢上吗 是 那还是敢上 是是是 哪有你这样的啊 你说我帮你改毛病还不行 我现在飞机都敢做了 谢谢你 不是你出不出来 你不出来咱就算了 就算他告白失败了 你能不能让他道歉 他连签都不道 我怎么出来 他一天道歉我就出来 我跟你道什么歉 我道歉 那不用你给二服务员道歉 人还在家在干活呢 你真的跟那个女服务员 没什么是吧 一点丝都没有 你能不能下来说 就是上一次嘛 然后我家饭店中午忙 然后干活 有一个服务员脚宰了 然后我就给他背出去 中午特别忙 然后这个姑奶奶就过来了 上来一人一个脸蛋的 你家没有别的服务员了 非得选择你了 心都凉了 然后我转头看见服务员哭了 回头看着姑奶奶都没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一点都不理我 这 你不会再打吗 我死了 你不会去我家找我呀 你都打了三年了 你干嘛不继续打下去吧 信凉的不行了 真不想再打了 能不能下来说话 能不能站站跟我说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啊 我不管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你在那个 大警网中之下 羞辱了别人 你确实应该对服务员 道个歉 对他道不道歉我不管 简直你服务员 跟他亚可没关系 是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 明示的好女孩 你说呢 对着你女孩道个歉 我那天不知道你们 你们之间是什么事 就动手打你了 对不起 万个要 谁给你道个歉 好 可以了 好 接下来 你可以找到算账了 你能不能下来说话 你让土耳老师 就这么抬头瞅你啊 没事 我这个尖锥不行 你能不能站着啊 我下去啊 你也拜动手 你下来来 你下来我给你道歉 还不行吗 没事 智林老师保护你 他老公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他前一阵 就是有半个月没走他 之前给我抢了 现在还这样 把手伸出来 你看这指甲长的 我也支不住他 我待会请你保镖啊 你出不出来 啊 出来 把第二现场关了 你别动手啊 附老师我也不是 逮谁打谁啊 正好啊 别动别动手啊 来了吗 开门吧 你别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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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你怎么那么胆小呢 不是胆小 那你跟个女的 叫人家干嘛 嗯 你说我打不过他吗 那还真的未必 三年了就是这么过来的 三年了再给你讲一件事啊 嗯 嗯 然后他之后约我去游泳 嗯 我我跟他去了 在渗水池变上 嗯 然后他说 哎我叫你游泳 没有事 嗯 然后我现在怎么不带 给我带个套秀 嗯 然后结果就一脚 一脚给我卷下去了 之后有个大哥挺好来 然后给我揪上来了 大哥跟他讲渗水池 别瞎弄 他是那么跟我说话的吗 结果他就这样 给大哥骂了 结果就这样给大哥骂了 他脾气震了 没谁了 不是图老师 他一大老爷们跟我喊 正常吗 有话他不会好好说吗 我一次看到的是你对他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活到今天不容易 之后还要让我写情书 一咒一缝 一缝不能低于遣字 你你你 让我法有劲 赛年 你现在是个创作高手 那你今天接不接受他的告白 接受啊 行 那就让你们俩自个说话啊 接下来我就不能再保护你了 我要下去了 你站到你那个圈里 这没事吗 大家都看着呢 他能怎么样 他能霸王硬上弓啊 来来来站着 待会若是有任何物件的损坏 双倍赔偿 接下来是跑越的告白时间 说吧 我说什么 想说什么跟我说呀 不是你过来吗 是你追我 不是我追你 今天是你把我说高兴了 我才能同意让你当我男朋友 哥们加油 行 我告白 好约 我追你三年了 这三年你对我怎么样 你心里都有错 自从追了你 你把我身边朋友都得罪了 我 我是娶媳妇 我不是娶母老虎啊 你 你说你这样让我怎么办 那你不就喜欢我这样吗 你当初追我我不就这样吗 我改什么呀 是 喜欢 是喜欢 但是 你有时候 不感觉自己太过了吗 那我也不是生下来 就逮谁咬谁的人呢 那你说 能先听我讲完吗 你说你说你说 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有个性 然后你什么都不用 你也看不上 自你的人 也挺多的 这我就想 我只能 就比他们 逮你好一点 或许你就能答应我 却听见不断 跳动的心 我愿失了你 但是 我这努力了三年 这 这三年 我倒不是受尽折磨 但是 也差不多 那我对你 对一点好没有吗 对 我知道你做的那些事 都是古异的 我也愿意 因为你在考验我 就比如说像 你叫我游泳 带我坐管车车 我下来我反正我能看见你害怕了 这我当时我就感觉 你还是挺担心我的 不管 就是那个我敢不敢做多难 我都能为你做 还有那个情书 你却要故意 你可能感觉我写了像流水这样似的 在这应付你 但是我感觉我没多写一句话 我就离你近了一点 所有结局在这眼里都已全新 如果我在你心里还有那么一点位置 我求求你 咱这个脾气咱就改一点 一点点行不行 让我感觉 你是在乎我的 我在你心里还是有位置的 我改什么呀 不再就 我不也都为你好吗 咱就改一点脾气 你不感觉你脾气太薄了吗 你就在大戒上 你随便跟人就能打起来 那我也不是无理取闹啊 对 我要不在 我要不在旁边 人能不能打死你 他敢 不咱就稍微改一点 瘦一瘦好不好 行 我能敢 但王晓涵我告诉你 你以后要是有一点 变得跟现在一样 变得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 你看我怎么熟着你 没有事 不能 就是 肯定还是你啊 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能搜我女朋友吗 那你能搜我女朋友吗 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呀 上一次我胜冰了 他就给我弄了一个床位 然后门口有个老大爷 我也看上来一起看上了 腿骨折了 阵隔一个床位都没有了 他把我弄回家给老大爷了 你就要是我 我也能那么干 这女生还是有她的 对对 有她的同情之心啊 水利万物而不争 像水一样包容 人傲于事而不顺 人要是太傲了 周围的人都会离你而去 平时脾气坏点没关系 关键的时候 还是要给予男生温柔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卫你们的爱情 好吧 我们掌声鼓励他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特别想跟这个女孩说一句话 其实如果真正做一个女王 你要知道 一个女王是很孤独的 三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但是也警告所有冷傲的女生 傲得差不多就算了 就会把女孩给熬死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声望不来 声望不来